停在路边车隔离的灰色休旅车向右倾斜 前面两辆轿车更夸张 右半边车身几乎陷进地面 倾斜超过45度 人行到地面出现裂缝 靠近中间的地砖发生断层 而地基下陷的原因疑似就是旁边的工地 这也是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和新安街交叉路口 23号晚上9点多发生地层下陷 市长蒋万安也赶到现场勘察 目前了解这个新建工地 还没有进行任何基础开挖 那这边准备要做延续壁的工程 但都还没开始 而只是在做导沟 14公尺深120公分宽 那初步了解是内部支撑力不够 然后造成导沟外部下陷 警消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拉封锁线交通管制 目前庆城街南北两侧限制人车进入 现场出动脱掉车 先将被波及的四辆轿车排除 远景也协助通知车主 初步判定地层下陷的范围深度14公尺 宽度120公分 相关单位已经到场架设前进指挥所来掌握抢修 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把那个挖掘这个岛沟里面的那个坑洞 先把它补起来 那因为它区域不是很大 所以应该这个灾害的这个扩大的迹象 应该不至于说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应该到明天早上应该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回田完成 这处工地原本是庆城浮华大楼的新建工程 建案由蒲针建设实施 预计2026年完工 这回施工到一半就发生地层下陷 幸好没有人受伤 TV新闻综合报道